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一鸣 今天很高興,有個機會可以和大家去玩一個遊戲 好,我們開始講我們今天的題目 我們在投資,其實我自己都投資差不多20年了 我40歲了,接近10多20歲讀大學的時候開始去投資 在我過去的投資生涯裡面其實都經歷過幾個不同的階段 好像大家這樣,經常都去想一個問題 究竟有什麼方法才可以做一個贏家 可以買哪一隻,升哪一隻 不是這樣的,而不需要經常買升它就跌,買跌它就升 我試過看過很多不同的投資書 其實我看過投資書我已經超過一千本了 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每個星期看一本,數了這麼多年就有 當然是要讀書的,真的 不要看報紙說人家說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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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家說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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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經歷,譬如朋友的,就算你真是猜過,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你真是厲害到有八次你能猜中了,厲害不厲害?厲害,很厲害 但很多人都會犯錯誤,甚至厲害到九次,一次就可能輸回你十次上告的錢 那要玩這個東西,我們跟著會和大家玩一個遊戲,因為遊戲很簡單,在每個位置都會有一個人生的交叉點 你只要看,選A或選B,這樣就可以了,沒有獎品的這個遊戲,不過挺好玩的 你可以看看在這個遊戲裏面,究竟你是不是一個正確心態的投資者 這個遊戲呢,在《牙銀光幕》上告給大家看,假設在早個星期之前,在2007年的12月31日 好,我這麼辛苦工作,你看我捱奸底夜,在這裡寫書 我吵著吵著吵著,我差不多儲了接近100萬的現金 這個遊戲就是,我很相信在座每一位的,我想大家坐下來都可能有一些投資經驗 我現在就把這筆錢交給你,在接下來的遊戲裏面,你怎麼可以幫我把這筆錢賺到最多 賺到最多呢,你就會贏的了,等等,很簡單,現在你的袋子就有100萬 100萬是我的,我的血汗錢來的,千萬不要幫我輸了 在這個遊戲裏面,這次第一個回合,有隻新股剛剛上市,叫做阿叔麵粉珠 這麼怪的這隻股票,那是什麼事呢?這隻股票是一個IPO的新股票 話說在幾年前,有一位元朗退休的阿叔,他沒什麼做的,有時候看報紙喝茶 有一天,他突然看報紙的時候,看到一段新聞,豬肉價格,升到50元一斤 通常如果,其他主婦各方面的人看到,哎,豬肉這麼貴,不吃,吃少一點 或者怎樣吃其他東西可以便宜一點,這個阿叔很聰明 他突然想到一個相機,如果這個地球上高,有一件事可以代替到豬肉 豬肉的話,幾開心的一件事,如果升到50元一斤,如果有些東西又便宜一點 肉味又好像豬肉那麼好吃,又不用那麼多錢的話,一定非常愉快 於是阿叔,他又跟他做大廚的兒子,嘗試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一支類似豬肉的食品 他在研究研究,他的兒子做廚師,當然煮菜非常厲害 有一天,他突然研究了一種新品種的麵粉 一種新品種的麵粉,焗了出來的蛋糕,無論是色、香、味 看得到他很像豬肉,咬下去整塊豬肉的味道 給一些營養分析師看過,又是差不多,但是價格是豬肉的十分之一個 如果豬肉是50元斤的話,這種麵粉做出來的麵包是5元斤而已 麵粉豬這個故事當然非常厲害,當它傳出來的時候,阿叔就開始開店 開始賣他這種麵粉豬了,賣一賣,很多不同的電視台,甚至外國的電視台 都爭相採訪這個阿叔,突然變成一種大新聞 就算有些很厲害的食家,嘗試過鬼豬肉,做了一些實驗 就是一個阿叔麵粉豬,一個放真的豬肉,食家都未必真的那麼分得出 大家都站不住,因為這種麵粉豬,真是可以取代真正的豬肉 經過阿叔,當然阿叔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生意頭腦的人 他經過努力,嘗試做很多,他最初開一間很小的店 類似一間小的麵包店,但是攪拌又大一點,攪拌又大一點,攪拌又大一點 他最後打算在今年的四月上市,搞得是 好,那這個故事就講完了,那過了兩三元度 阿叔他現在準備在四月一號,他就開始招股 四月七號就正式上市,今次的招股集資價大約是五十億的趕元度 招股價每股一個二毫八,私人率不知,不知為何他那個 報告那些沒有寫的,可能他將來的盈利,他有些未必猜到 或者可能給你,咦,剛剛你這個投資者不太知道的 集資用途很簡單,他就希望將麵粉豬大量生產 最好賣全中國、世界各地、非洲、南極 全部都可以賣光他的麵粉豬,這個是 就是,那這個遊戲有沒有問題,沒有的話呢,我們遊戲正式開始了 現在是,首先第一個回合,非常之簡單 剛才說了,今天是四月一號,今天開始折肥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有抽過IPO的了 剛才記不記得,咦,我就將一百萬的現金,其實給了你這個 這個遊戲,現在蘇麵粉豬超額,普普通通,這個又不是很多 超額十倍左右,即是你說,以香港的IPO情況來計算,OK啦算 即是,有些你看到超額幾百倍,甚至幾千倍 所以,你現在會放大約五百億左右,然後呢,你現在要抽不抽了 剛才講過,我有一百萬的現金,現在呢,你的手頭上呢就抓住 我的一百萬,你可以完全有權,中熱,怎麼做也行 如果譬如,在這樣的情況,我現在說,投資顧問,我給了一百萬你了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將一半的資金去抽這個麵粉珠,或者是100%的資金抽這個麵粉珠 是一個公開的,我當你是一個策略的投資者,現在你放多少錢進去,他就給你多少股票 你給50萬,他就給50萬股票給你,你抽一百萬的話,他就給100萬股票給你 我想,可以選擇C,但我希望簡單一點,這個遊戲可以選擇A或者B,因為後面有些數 如果你C都可以的,沒問題的,或者你覺得三成、五成、七成,甚至借上margin,好像剛才那個case 就去問銀行借錢抽,都可以的,不過那些數據貴,因為數位就沒計到,沒問題的 好,現在看看大家的勝見,我們看看,有誰選擇A的是? 嘩,很多啊,A的,有誰選擇B的? 咦,有幾位,咦,為什麼大家不抽,好像很有錢的,因為我想問問這位先生 他一說已經說,已經100萬了,想問這位先生,為什麼你會這麼勇,抽一百萬? 哦,不怕的,通常上市第一天,第一口價沽了 好,我們給一點掌聲,這位先生,好嗎? 這個呢,其實帶出一個心理的因素,第一口價沽了,想知道第一口價當然是升的 但有時候未必過是,歷史呢,有時候不是經常重複的 今年其實有很多人中過招的,很多人以為在,今年其實是頭大半年 很多時候第一口價沽了,行不行? 多數,我想八成左右就可以了,但是,突然間去到年尾的時候,第一口價沽了 開始不是好得了,有時候呢,其實,我們會給一種這樣的心態 是因為過去的歷史,而影響了我們的影響 這個呢,我們叫做小數定律,這個叫做,投資訊裡面 就是等於有些人想著,八七股災,九七年股災,07年會不會股災? 你說會就死定了,這個就對了,去年,07年10月是沒有股災的,07年10月是去年的新高 有時候呢,我們會給過去的一些這樣的資訊,影響了我們自己出來的 有時候呢,小心點,好,來,我們試試第一了 哎呀,不好意思,這位先生,是的 第一口價呢,都好,如果你真是第一口價沽,都沒有問題的 一個二毫七,第一口價,這樣呢,低了一個二毫八,低一點,低了一個先的 哎呀,但是呢,這隻麵粉豬,不知道為什麼呢,它呢,第一口價就一個二毫七,然後呢,一路大跌,就升少少,大跌就升少少 最低呢,哇,跌到一個一毫七,淋到收市呢,其實只剩一個二毫一而已 就是,這樣呢,不幸運了,如果你剛才,真的買了這個股票的話呢,那你一個二毫八,一個二毫一呢,那你就輸了整七個先了 差不多,我想六至七個percent左右,這個是,哎呀,糟了,你幫我輸了些錢,喂,有沒有人不抽的呢,有呀,那多謝你先,這個,是的,那你起碼沒有幫我輸,那還是100萬,暫時你們是冠軍來的,這個是 哦,那你,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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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看遠一點一點點,那是,那,剛才說過,那,4月7號那天,IPO,那天就一個二毫八呢,這隻股票 啊,跌到,4月7號,收市,然後一個二毫七,那一路,4月8號,4月9號,4月10號,一路,去到4月底的時候呢 你見,啊,升下跌下,咦,跌多個升,哦,去到4月底的時候呢,剩一一塊一跌到是,哇,如果你剛才,真的,我會有幾乎一跌到 如果你是选择A的话,一半的钱,一半的钱你50万,50万买呢,一块2.8,大概有39万估计 当然跌了,跌到整个1,92万9,我输了7万左右,选择A是,如果选择B的话,好像还输得多些,只剩859,000就剩下,有一点沮丧,不过呢,没玩完自己 现在4月底的时候,这个股票的股价已经跌到1.1了,这样你想一下,现在在这个时候,你会加码再买呢,等等先,看定些先,不动 好,或者沽货了,会是,又给30秒的时间,你想一下,1.28,现在跌到只剩1,2 好,你看一下,不同的选择,比如选择A的,你可以选择加码,将刚才剩下的50万,再买它,静观其变,等一等的,沽货,拿回93万到现金啦,选择B,不好意思,你没得加码了, 因为你除了找那两兄弟之外,你没钱的,基本上是,而我们呢,也都不会鼓励大家去借钱投资,千万不要,是,借钱投资不是输借钱的利息,利息反而是小事,是输了心态,是,你说投资可升可跌的,当你自己借钱回来的话,其实你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压力是很容易会令到自己做错事的,所以借钱投资,真的说话,是特别容易,做错决定而输钱的, 好,好,好,大家想好了吗?加码,红色的,绿色,等一等,或者是蓝色,不要管了,沽货了,现在是1.1,上市价1.28,由刚才看回那幅图的话,从来它都好像没怎么超过1.28,一路上市,一路上市,一路上插水,潜水,潜了差不多,接近整,十几个percent了,是,好, 好,有哪个选择,加码的是,有四位的是,选择,等一等,不要动,看定点的,咦,多数以后是,选择,沽货的呢,纸洁,我想问黑色三位先生是加码的,这个人才是,那是泰国先生,你第一回合选择什么的,第一回合选择50%买,哦,50%买的, 然后呢,接着会,过一现在再加的,会是沽货的,其实差不多已经,就是,我自己看就差不多应该是见底了,好,多谢一位先生先,好,有少礼物送给你的,好,一个的投资策略,见底,接着我们就沽货了,这个故事呢,曾经在几年前我也见过的,是的, 那个number,不要说股票啦,说那个number是八字啦,那个是,那么多人呢,现在一路一路一路是这样沽货的,那最高是叶百元开始一路沽货的,好,不是的,可能是对的,看一看是不是一只好的股票,很多时候,有人说,沽货一定不对,未必几个是,当然,你要看那只是不是一只好的股票,第二,就是你沽货了下去,那个钱你输不输得起,这个是,很多人犯的错误,第一,他用一些差的股票来沽货,就是刚才说那个number是一只, 你越跌,他沽货的原因,他因为跌得低,所以而沽货,就是,但是,通常一只股票跌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例如,譬如,可能他业绩,未来做得不好,或者做错了一些的决定,或者可能被人沽货,沽货了,都是不行的,当然,如果是头那两个原因的话,你沽货,其实你是沽货在一只差的股票那里,那你很明显一定越输越多的,但是,如果,譬如,他有一只真的好的股票,当然,你要自己做功课,而你那笔资金,你真的可以, 可以放到一段长一点的时间,忍受到,就是不是说,咦,就是问人借钱回来,或者,咦,等着来开饭的,那些会沽贪的话,当然,你要真的做个功课,那些股票,咦,是好,稳阵了,是真的好,有前景,只不过,可能暂时一些的沽货比较多,而将个交易下来的话,你要真的做足功课有这样的原因,才可以做一个沽贪的,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咦,如果你刚才是,譬如,选择A1,A2,A3的话,那暂时你都是有, 929000的现金,那你可能会加的话,你,就是股票的有84万股,那不动的,有39万股,那如果你选择C,A3的话,就是沽了它,那你有929000的,如果是选择B的话,那你有859000的,那你选择B2的,那你又又有,我们会再变现金,那你已经输了14万,那那呢,很快,那差不多过了三年了,眩眼就,那我来看看,现在是这几年了,那我来看看, 3年来的程式是怎样,也不是很升,浮后沉沉,不是很动 如果刚才那位先生溝淡,也没有输到,过一那个位置溝淡 股价我们看到,第一口价是1.28,然后下了过二,然后中间见到过一 最高上个过八左右,最低差不多都是过二,过三那些位置 电竹震荡了三年之后,其实你说赚又不太多,因为1.28,差不多人三年的时间 才升过两毛多指,其实有时你放银行或者买债券的息率都差不多了 那你compare其他股票,当然它就普普通通了,不过都不用输的 去到2010年收市价的时候,就是1.5毫半 咦,我们看一下业绩,刚才说过,我们要做投资的话,当然我们要做功课 做功课,我们要看业绩的,咦,业绩那里写,公司的业绩呢 其实,咦,不错过是,开头的时候,你说所有什么预计市盈率那些 都不是太清楚了,因为它真的是一间全新的公司 可能在创业版那些都不知道哪里上市的 太多将来的盈利都不是太知道的,咦,但现在开始知道多少少了 2011年年,每股的盈利是0.27,2毫7 刚才那个股价,市盈率其实是5.7倍,不是很高的 每股的资产净值就是过8,刚才说过半的股价,1.5毫半 所以呢,其实有点,就是小小折扬的,现在是 就是我说,资产净值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过,就是它的 bookwell,就是所有的资产减了所有的负债,剩下的那个钱 就是如果这间公司,资产可能是X,然后负债赚钱Y的话呢 X-Y就是过8了,这个是 出现的,在中国的负债赚钱Y的话,在中国的负债区,这是有小惠体赚钱Y的话 现在是有小惠体赚钱Y的话她老伯满了钱Y的话是 你看到然后就看到了什么重要的 而且的话香港的整体赚钱购买家的资产 看它的那些是 所以我都没有脑子去和那些公司和这个资产,不是大 irresol 还有就是等会去资产,需要在这家里的资产 所以我尤其是大量的资产,你就是这家里的资产 跟他们的资产, pcbobol,会从这家里的资产 有很多股票,很多大的证券行都有些负面的报告 叫你卖了这只股票,sale了它 还有在那个时候,外资的基金持有量极低 差不多接近没有什么外资的基金是买这只股票的 就算市盈率很低,其实香港有很多股票市盈率都很低 你看看报纸,可能有些是两倍三倍 市盈率低未必一定代表股票百分之百好 因为其中一个因素去分析 因为我们看将来的,如果将来明年赚的钱 可能未必今年那么多,或者它特殊盈利的话 市盈率可能未必是一个百分之百准确的indicator 就算市盈率低,外资又不太买 那些股价你看到长期浮沉沉的,不太动 而且这一本的贲物费 haven't taken 所以他们没有太多钱,我记得这些股票啊 是否有一些股票,呢,不太并且展现就出现 特殊是一个股票的股票。 就是一大股票,参与联予到老师的股票 就是122个股票,表现,你不能赌面吗 是122个股票的股票,就是1个股票 所以这个股票是5个股票的股票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个股票上过去,以续紧的股票 就是好像在一个股票上的股票 好,不太有许子2个股票 就是5个股票,如果在一个股票上的股票 如果你买的话,在银行,我们就当给5%的利息给你,有118万左右,如果你选择A3的,其实是A3来的,选择之前买了50%,沽了货,就有107万,选择B1就82,选择B2就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就沽了所有货,然后等收息,收了三年息都不错的,每年有5厘,这样是 现在的股价就差不多已经去到1.5厚半了,很多基本因素,我们看回2010年那方面的业绩,很多基本因素都是看好的,看得不错的,不过基金持有得又不是很多,有些大行有些负面的报告,又叫你sell,又叫你不要买,在这个时候,你会加码去买,买多一点, 等下,或者是,好了,1.5毛半,沽了它算了,这个是 好,怎样,选择好了吗?大家,好了,有哪个,红色的,再买,哇,这次很多人买,有哪个,绿色,等一等的,好像不是很多,有哪个是,蓝色,沽了它的 可以沽一点,都算是沽,总之是,可以是,咦,我想问一下刚才,很大声,沽了它这个,买多一点,为什么你会沽房呢?都不错啊,升到1.5毛半的话都 它三年都不动,有很多潜质股,一天都升一升,不要说啊,不是,你经常看报纸,什么十大升幅啊,什么什么的,那你三年都不动,那你说的,息率都有五厘嘛,就是不是说现在,你的故事嘛,那我收息都不止,那那些大行又写它不好,是不是?那你唱衰它,是吧? 这个,现在好像是那些大行又写它 drink,说好,没问题 many people,你fl gagner forever,可得下载 compuestas 这个,好,我们给掌声这位他,多谢你,这位,哇,这是一位 pointed out 这个,好,很癌,好,吐了它我们,其实这个,记得要过,吐了,就路 standby,再看它完,咦,咦,呦,嘴 petits flag 然后隔了几天,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际投资者,总之是一个大户,他在2011年的4月,9日,9日,9日,11日,15日,17日,22日,13日,他大手地买入阿苏麵粉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他买一直不断掃货,每天的成交都亿几亿几亿几,然后买了很多,差不多买了整间公司的13.35%,十几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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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一下,买了储处亿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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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融贷商了,自由传统 milivo cheese一银,请撓人要抖时,外了活性能要递货,釓勿don喼您多不是几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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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但是呢,中間號165,167,167,168,最尾又收162,其實他不停地掃貨,但是呢,那個價就不是很動的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況?在真實的情況裏面 而呢,很奇怪,去到最後那天呢,他應該說,最後那天呢,就跌回了一個奴役 那個股價呢,沒有因為這個國際投資者買入,而呢,去到急升的這個奴役 總之呢,不知道,總之有一個人,他是掃貨,不停地這樣 但是掃完之後呢,那個股價呢,浮浮沉沉,跌少少了,又不是跌很多 現在呢,就去到一個奴役了,剛才那位小姐她就說,咦,就是那些大行就說看淡 然後,那些價錢好像收息,其實收息好像多些的,每年5% 三年都15啦,你擺在銀行,那都是115萬,跟她買了這個股票不是差很多 那現在呢,咦,跌到1.62了,現在,跟她剛才的股價差不多,幾個才上落 你會不會跟這個大戶去買股票呢?總之呢,在市場上高,有個大戶,他不停地掃貨的 其他大戶,就是那種百大戶,他也會耍看淡 他那些大戶,就是一百間大戶,90間都在這裡耍看淡 他那呢,除了這個大戶之外,沒有什麼外國的投資者買那隻股票的 好了,你想一想,现在你会不会买这只股票 会 没钱了,当你有借 当我再借多些钱给你 现在你投资得这么好,我再给你多一百万里了 我给了二百万里,你帮我去manage这个 好,现在你会不会买这只股票 好,有没有人会的,会的 很多会的,不会的,不买 我想问一下,各位橙色衣服,好笑容啊,见到你 你会不会买 拿一下会的,是,因为跟大户买一定会赢的 散户一定会输,大户不输 大户越买越低,刚刚现在就当低了 刚才那条线是低的,所以你跟他买 然后呢,就是先搜一搜,之后呢,就是等他升的时候呢,就赚了 好,跟大户买,就肯定会赢的 咦,但有个问题的,大户好多的 如果我下一张独播给你听,咦,有另外一个大户B 然后呢,他不停是这样,每天是这样沽沽沽沽 沽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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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湽atiqueutil 都神 chunkst June 但股票评论员其实是不知的 知道的 总之股市跌 股市跌 股市跌 股市升 股市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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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連續有三十個大戶排隊看淡衣的股票 所以有人會小心點 第二 我有時候電視說那隻號碼會升 其實有時候是不行的 你見到 老實說 一個分析員 你猜他可以準確地看到多少隻股票 十幾隻左右 如果你在很大的基金公司 投資公司 其實最上級的股票 熟的股票都是那隻二十多三十隻 因為如果你真的負責的話 其實可能你要做 quarterly visit 你起碼要每年去上去公司四次 每個月你要去寫一份report 甚至有時候股價上落 去到某個percentage 你都要寫report 三五百隻股票 有時候怎麼寫 如果香港有千多隻 所以有時候你見到這些電視 就是你求榮那個號碼 它很快的可以是 告訴你這隻 這隻股票是一個奴二 它會告訴你 這隻股票是一個奴二 它會告訴你 這隻股票是一個奴二 這樣說的 這隻股票是一個奴二 它現在剛剛升穿了五十千的座位 它會有機會上網去一個七五五 或者一個八 但是當然也要看回 下面二百五十千 一個五毛半的平均線 如果跌穿了一個五毛半的話 它會有機會再試穿一個半 或者一個四 是否這樣說 有時候 所以 其實 其實有時候 我們要自己去分析一下 就是剛才說 實在對的 從過四到過八 我都對 那件事之後 所以 有時候 其實 老實說 我自己看了很多書 但是不可能的 你突然問我一個號碼 我可以 讀新聞給你聽 然後說了剛才那些東西 而真的做過很穩健的分析 基本上是幾十隻的 基本上是 所以有時候 不要以為神化了 有些人可以 過路可以記得一千隻股票的號碼 不可能的 要是 好 我們先說回正題 這個呢 有些會有些不會 咦 嘩 這次各位先生對 當這個國際投資者 買了股票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間暴升 剛才明明都是過幾的 去到年底的時候 已經升了差不多兩至三倍了 已經是 是 國際投資者買入的2.7倍 差不多升了三倍了 是 無端的過幾 一日升到四四毫半年底的時候 嘩 看看副身家 現在是 假如如果剛才 即是看回第一第二個回合 即是中間我這樣轉變 就未必有這麼多 如果你之前買五十萬的 跟著之後你再買五十萬的話 好多謝你 你幫我賺到三百八十幾萬 已經是 選擇二 你都有二百三十幾 如果你一早沽貨的話 沒什麼怎麼動 即是當擺銀行定期 不用輸的 但是都 很明顯跑輸大股 這個是賺到十萬元利息 我就不太高興了 這個 如果選擇B 即是一開始就買了 這樣都不錯的 有三百五十幾萬 如果B的話 也都是沒什麼錢 因為沒有貨的 這個 人生交叉點 剛才記不記得 開始的時候 我給了一百萬 你 那一百萬 現在差不多都不錯了 這個股票 現在升到四個四毫半 跟我們開始 一個二十八去招股價的話 差不多都升了 有三四倍的 那有些你見到 如果你一路 保持貨的話 都有三百幾萬的現金 假設這樣 如果 假設 之前那些計劃我們不要管 如果 你現在 是全部的錢 買了在這個股票上 那你現在應該有三百幾萬的 即是 股票值 這個叫做 這個股價上到四個四毫半 你會不會幫我 沽貨呢 會 一定會 不會 想一下 沽 就是不沽 不沽 冬沽 好 有誰是 會的 沽貨 沽一點 都可以的 有誰是 不沽 一股都不買的 咦 什麼 加碼 要借穿 加碼 要借穿 我想問一下前面的聲音 舉手 你 為什麼 你是 因為 走勢是向上 完全沒有回調 或者是反走勢的出現 所以我想我會繼續持有 我們多謝 這聲音 我想問一下 咦 問多一位 不如 派賣禮物還有一份 誰說 會沽貨的 誰會 剛才 先 沽貨 二位先生 為什麼你會 首先 你的基金入市 那些貨幣貴邊 那 你也有這麼多利潤 你走一半 即如果我賣 我會賣一半先 先拿一半 profit 就這樣 好 兩種 好像沽貨的人 就比較多些 看過 好像六七成的人 就會沽貨的 有三四成左右 就不沽 也挺好的 看了兩種不同的 心態 如果剛才沽貨那種 好像take profit 我聽到有人說 是不是要take profit 總之股票賺了的話 先代替 因為不代替 都不是自己的 什麼 就是 只要是 你不買的 他看長線 走勢都在上 momentum 在上 他想再長線 投資多些 如果沽貨的話 都是兩種 沽透比較多些 好 唷 創了新高之後 掉頭跌回來 谷价刚才说了到了4.4.5 那当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上去了一些 4.8 那就估 Under dor 再下跌了 只有3.4 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一般有些人 正在 Bai 好像过山车那样,你会不会沽啊? 给30秒你想一下,沽不沽? 沽或者是冬沽? 好啦,哪个沽的会? 他先进三成,不沽的,继续 都是差不多三四成,有些可能不止的 好啦,现在怎样算呢?我们再看一下 结果在三年之后呢,最高升过去20元,这个股票是 即是升到20元,今天的价值应该是13个多,应该是 它呢,由每股3.4一路一路一路不停升上去 因为它已经看过,Fundamental,我们讲过的 记不记得我们看过2010年的业绩的业绩 说了它,所有东西都,就是业绩的业绩好 那个PE5倍,真是 其实,你见到,PE不知道的 我们看了PEG,它的盈利一路不停有增长的 所有东西又跟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去 谈很多的业务各方面,好像所有东西都是好 不过,有些东西呢,有个阴影的,大家好像绕着 即是就,啊,有些大行出一些report,有些大户不买 那样,经常有一些noise,有些噪音在那里,骚扰了你 那样,结果,刚才很多人呢,都没有买这个股票 其实,这个股票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 那,在刚才的游戏里面,每一个价位都是真的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试过IPO抽过这个股票啊 有没有人,有有 有没有人,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保持住啊,现在 我们给他一些掌声,好吗,好聪明 这个是 这个呢,就是真的长线投资了 挺有趣的,这个衣衣衣衣服 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分析过这只股票 是的,中四猴这只 其实,你看到这只股票,现在 尤其是近衣,两三年,捧到天上有地下毛 但是,在过去的日子,刚才说的东西 百分之一百完全出现的是,第一日 一个二号八上市 跌破招股价那天是 跟着之后,一路连续几年都 不断浮浮浮浮浮,三年差不多是 就是2000年上市 上市之后一个月,跌到过一 在真的七至八年之前,有没有外资买这只股票呢 没有,完全 那当然,去到三四年之后 那北非特他买了这只股票 买的时候,那些大刊记不记得那人是怎么写的 他选错了 真的,你看回那一阵的报告,那些人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觉得他不熟悉中国的市场 他只是熟悉美国的市场 他就是熟悉可乐,其他那些 中国的老人家 中国的老人家 不是太熟悉了 所以呢,有没有人在他买之后跟他买的? 没有啦,应该如果是,都有啊 好厉害啊,这位先生也是 但是都是只有一个 没有的,而在他买了股票之后呢,其实 其实,跟着一段几长的日子呢 我可以够敢说是百分之九十的大行 是看淡这个股票的 那时是,而事实上 亦都是,一路的价呢,其实他没有升到的 一路,去到年底那一阵上过一阵 那时有从中左右说 iarian 他的老人家来的那 wrestler 我就开始出现了 看一段几 Tongan 这个车偷看一段来的 如果说你认为Ohio 以后那家国家随忧的 其实那些会议全部都是真的 在那时候是 全部都是中销 但是当然在那个时候 刚才说两个有两个散户去买了 其他九成八都没有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投资就会被一些噪音 都骚扰了 如果看Fundamental 当然很漂亮 每年真的有好好的盈利增长 它的PE很低 五倍PE 你说现在有些二十倍三十倍 有些几百倍PE 好像很正常那样 五倍PE那样 大家没什么人买的 真的反而是 除了不止这一只之外 你看到其实很多很多不同好的股票 如果你一直是IPO那天 一直继续到现在的话 其实剩下的盈利是几十倍这样升的 基本上可以是 我们试试看一下例子 很多时候都说 究竟怎样才可以做一个好的投资 投资者 是不是很努力去看报纸 看很多大户的走势 但是看回刚才的三号的话 其实 你发觉很多证券刊 其实在几年前都是错的 其实都是 不对的 而在中间也都做过很多心理陷阱 一个最大的心理陷阱 就是它四个四条半 跌回到三个多 全部省会就会震仓震出去了 但是其实最稳健的投资的话 就是长线投资 因为它已经很厉害了 看来 有些人都可以试试 因为 有些人都可以做到 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看看 几个大户 几个大的地区 如果你在每年最低位的时候入市 我当假设过去那30年 平均每年都买一些股票 每年最低位的时候入市 以及在每年最高位的时候入市 就是我完全不看timing的 或者黑了眼睛 我每年在1月2日入市的话 你看到拉长了几十年 平均的回报其实不是差那么多 我英国做一个例子 你很聪明 你有天眼通 你看到那个股票 你会在那年最低位的时候 你会在那年买 17.2% 或者你很笨 笨到一年那250多天的trading day 你每天都在最高位买 都有15点多 如果闭上眼 随便一天 1月2日的开市 16.5% 而你看美国 德国 香港 其实大部分的地区都不是 真的要你很准确的 拿到timing 其实那时候我们投资 时间是比你能够捕捉到最低位的入市 最高位的出市 我试试看几幅图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做过一个模仪 这个模仪 总之你买了一些摩根士丹 世界指数成分股 很平均的 已经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买了 跟着之后 一个月之后 黑了眼就沽了它 看回那个盈利是多少 例如1988年 3月5号买 4月5号沽 或者你10月5号买 11月5号沽 那你见到 蓝色在水面的 代表你赚钱 红色水底的 代表你吃钱 那你见到大约是什么 六四左右 就是好像赚多了 因为过去其实股市 都是在升 但是你也有多少位 其实是红色的 还有有机会输得多少 例如你股灾 那些时间去买的话 第二幅图 这个图 其实就是看回 你买了一年 然后沽 就是等于你 1988年 1月2号买 然后黑了眼 天天都是这样做 然后明年的1989年 1月2号沽了它 那平均的盈利是多少 当我们真的不继续时间 这一年 你会看到 这个都不错 差不多八至九成 是蓝色 是水面的 只剩下很少的地方 是红色的 我们再看远一点 如果我们黑了眼 一直买了 然后放十年 十年的时间 十年之后才去沽货 我们看一下 你在最好的时候买 和最差的时候买 每年的回复会差多远 然后放十年 首先第一 不会是红色的 第二就是 你看到最差 大约是九点多个百分比 而最好的话 其实都是十二至十三个百分比 当然十二就一定比九 但是你看到 当你做一个 真的长线投资的时候 就算 当你已经差得不得了 在过去那十几年 二十年里面 拿到一个最差的时机 去做一个投资的话 完全没有timing的 最贵的时候 猜到之前那一天 你去买货 其实当你拉坏了这么多年之后 十年的回报 其实不是真的差得那么远 但是呢 刚才其实玩过的游戏 其实游戏 现在事后看回 我想大家都知道犯了 刚才大家玩的时候 其实大家犯过几个 几个明显的错误 很多时候都是 第一个大的错误就是 升到消息 越高的时候就入货 跟着之后呢 跌跌到最低的时候 就会出货 例如刚才很多人 跌到三个多 不管了 沽货了 有些坏消息 或者有些坏消息 大户在沽货 或者有些看淡 就会出货 其实呢 那时候这个是一个 挺typical的 一个心理质素的 刚才问的问题 其实有三至四条 大家都会对这张图里面 就是当 大家何时会买股票 看到很多好消息的时候 看到很多好消息的时候 就是看到 那个好消息 哪个人发现了 有个新的business 有个新的合约之类 那些 报纸说 看了好消息了 还有 出消息之前 一个月会是怎样的 股价当然是上了 因为那个消息 你说 去到报纸 去到你的手 你的眼里 去到你那里 通常你已经是最后的一手 的消息 二 好 那时候我们会犯了两个 的心理影响 第一 你会见到 因为那些好消息 还有因为那些好消息 因为那些专家叫你买 你去入科 因为那些专家都是看消息 第二 就是你被之前的乐观的心态 会影响 因为人刚才说过 其实都会看过 过去一段短的日子 那些的时间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你会以为 那个升势 一直会持续的 而去到最坏消息的时候 相反的 一样就是 当大家都不停地坏消息 说这间公司 很差很差 不要买 就好像刚才 中市又跌到过几个阶段 就算它的PE 如果你用一些fundamental分析的话 五倍PE 和一个全中国 最大的一个龙头行业 最大的一个龙头行业 就算它有PE 你会不会输很多 如果你买多 但是当你看到 譬如大刊报告 消息的时候 你见到 每个人都说了 这么坏 那你就会沽货 以为是 在这里 其实我们就会被 我们的情绪资本影响了 这个我们叫 emotional capital 尤其当我们去 买了货的时候 因为在普罗大众 尤其是散户 决策 什么时候 会真是最容易做错的 就是当你看到一些 一面倒的正面的思想 或者一面倒 户面的一些消息 例如 譬如好像在911之后 你经常说 哇 开盘的时候 真的会跌了 就是撞了飞机 但是其实如果你 真的用一下经济去分析 是一些政治的 尤其是一些政治的 尤其是一些政治的影响下面 很多时候 对股市的影响 是很短期的 香港 我想大家最有一个的经验 就是六四 六四 六月那个月是跌的 但是跟着呢 是会升回来的 因为 股票其实是什么 是一些公司 背后是一个盈利 究竟那个消息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 那些企业的盈利 就是等于比如说 911 对于很多美国的企业 比如它做 做花的 做车的 做各方面 会不会令到它 赚少了钱呢 就可能 还是你真的看过 但是 因为 这个是很一样的 都被盈利 没有 我们真的想在 都会有一个 我一直想在 一会儿 每个人都会 他们想在 那些人都会 我一直想在 我一直想在 我的因为 我一直想在 习惯了,过去两次是对的,其实对两次都是,所以很多时候以为第三次就会这样做 其实在今年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消息,大家都会影响了 记不记得有人说,有奥运没有穷人 过去都说,咦,奥运,奥运真的就会令到国企业会很好 其实马关子,你回去试试做一个分析 有哪些中国企业是因为奥运而赚多了钱的 细心地想想,那你会知道,究竟奥运对于股市的影响会是多少 如果你会发觉到,大家会很开心的时候,但是这家公司其实盈利又不是增长了很多 那你会看到那个消息,究竟对于股价或者对于整个大市的影响会在哪里 其实97年大家中过一次陷阱的了,记不记得,97年的时候出现1号 每个都说,有回归之后,市是不会跌的,一定会是 中国政府是不会衰给英国政府看的,一定 有没有因为这个这样的信念 这个信念我相信没有人没有的了,那人都是 就是你说97年7月1号,你问他,咦,会不会有股灾啊 97年的时候,个个,十个,十个都说没有的,我问过很多人是 但是,有时候Fundamental,真的回归了,是不是真的那些公司赚多了钱呢,会是 我试试举一个例子,假设,如果你用10元买一两只股票的 一只升到12元,一只跌到8元,通常怎么样呢 当你等钱花了,假设是,你一定要沽一只,不能不沽的 那你会卖出哪只股票啊,试试买一只,不知道 Fundamental有些不看了,假设是,两只差不多的 两只做了,譬如两只地产股,一模一样这样的行业 很多东西都很相似的,看,赚了先啦,是不是 那结果,还不像,赚了那些钱,通常会怎样呢 混淡,然后买买下去,百元一只,接着,报重它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挺经典的一个故事来的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拿过02年的诺贝尔奖的 它呢,有个牙的,老实说,刚才那位问题的话 我够胆地说,八至九成,就是牙,不要说了 说实战的经验,多数人会怎样呢 沽了12元那只借它,然后有钱,再买了 8元,底嘛,沽一股,那里买一股半那里 但是,通常会怎样呢,12元那只,当然一路升上去 然后8元会跌,7,6,5,4,3,2,1 其实有理论的,这个呢,在那年的经济学 诺贝尔奖呢,就说给大家听,当损失的时候呢 人是喜欢接受风险的 但是有着数一阵呢,就会比较保守一点 咦,想着想着,有时候是这样的,这个都是 例如,升了个股票的,那你会怎样呢 升一元,沽了它 但是如果输了钱,尤其有些人去赌场的话 你会怎样呢,如果拿着一万元,然后输了了 输了五千元,你会怎样呢,第一个,你会告诉你 我,翻本我就走了,这个会是 就是,总之我赚回那五千元,我赚到一万,我不用输,我就走了 别笑啊,其实,我想,做了很多不同的讲座 我想起码六至七成的省会呢,买股票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要不用输钱,就是 很多人,哎,你问他说,现在你,怎样啊,你这些牌 你说,哎,没什么的了,这只股票,回去买入那个价呢,我就会走的了,这个是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怪怪的的 其实呢,我们看回个,心理那个的状态 我说,小心,这个整天犯的,这个很多人 当十元升到十二元的时候,会怎样啊,大家 得益,有着数啦,会是 得益的话呢,大家就会变得保守,会是呢,避开风险的 避开风险,那怎样啊,卖了它,变成现金,那就没有风险咯 沽出股票,所以会怎样呢,会赢一颗糖 那之后,十元跌到八元,很明显这个是损失 损失,大家呢,就会接受风险 还有,嘿,不知为什么,当输钱呢,越输就越勇的 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是 因为,输十元,那你就希望,啊,我赢多些啦 然后,再输二十三十,你呢,越赌越大 跟着,甚至呢,去借钱去炒的 就是看回刚才那个case,很多人,为什么会借钱去赌钱 或者买股票呢,百分之一百的former都是一样 就是因为他输了,不会人一路不停赢钱呢,一路借很少的 这些是,通常呢,都是一路买,一路输,输了,然后我想借钱 借钱呢,就要输,赢回,输了那块回来 就是说,哎,我输了十万元,我赢回那十万元呢 我就一输我都戒倒不了的了,会是 那呢,结果呢,会怎样呢,一路一路是这样输 所以呢,有很多case都来的,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接触些 真的输到破产,就是去到那些,有些心理学家 要见那种情况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 他呢,不是差的,有时候他做些分析 十次里面呢,他可以赢到七次,赢到八次 只不过,很多时候一次以外,足以致命的 这个就是,他输了一点点的,然后他不服输,他再沟淡 跟着之后,十万变二十万,二十万变四十万,一路 这样就一次就会输了,那,所以呢,很多时候赢一粒 输一间厂呢,其实就是刚才那个诺贝尔长讲过的理论了 当我们,譬如大跌,输了钱的时候呢,我们怎么会 会接受多些风险呢,甚至我们会加沟淡 这个会是,希望赢回,不用输,那变了呢 但是,当然,譬如刚才两只股票,一只在升,一只在跌的时候呢 跌着那个股票,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弱势 其实有些新疆人刚才讲得挺好的,那个势是在上去的话呢 你当然,不要猜它自己,这个是,那个momentum是在上去的嘛 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相反,见它跌着的时候呢,明明 每天的估计是这样,走楼梯的跌下去,但是呢 越走楼梯就越喜欢买的,这个是 那变了,那时,你想一下,当这个股票你自己是不是这么想啦 回应回,当10元,升过上11元的时候,怎么啦 哎,好眼光自己,赚了先啦,当然 但是,当你跌到9元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心态挺standard的 你会觉得,哎,这个股票没问题的,跌少少,明天就应该会反弹啦 如果你下次你买股票,而跌的时候,而你又这么想的话呢 小心点啦,你会是,可能你心态上高已经有问题 你想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做足功课 觉得,它有机会反弹先,或者,纯粹憑你的感觉 跌了它就会升回,不是的,这个世界,跌了是会继续再跌的 它升回,跌了,跌了它会升回,一个原因就是本身的股票是好 但是呢,你要做足够功课,你才可以下跌决定的 接着,跌到8元的时候呢,那些人就会说,哎,升到10元呢,我就会平仓的了 这个就会是,那开始,那个目标就是不用输 跌到7元的时候,哎,再等多几天啦,跌下跌下跌下跌到1元 会被截口自己说,哎,长线投资这个是,哎,看,长线的这个是 对,接着没有眼看,放在哪里不知道 那,在最后呢,其实想和大家说多个小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真人真事的是,是某间一些机构告诉我 那些,就是志愿机构那些 那他都跟很多不同的一些,就是赌徒那方面做心理辅导的 那那个人名是假的,Peter Peter呢,他就在一间很大的机构里面工作的 每个月大概有万多元的人工赌啦 有一日他呢,就和朋友去澳门呢,嗯,打算去赌一场玩一下 那开始的时候呢,他赌好小的,就是包包有万多元,那儿 那呢,他只是换二千元的筹码 那呢,咦,他朋友就问他,喂,Peter 你带了这么多钱来,你为什么换二千元的筹码这么小 那他说,哇,一万元,整个月的大原价 都没理由,全部拿去赌了的,那呢,Peter静静的在那里讲啦 结果呢,Peter他就拿了500元,买了一招大小那里,哇,好彩哦,真是一拨,第一拨赢了,买大开大,买小开小,500元就变1000元了,当他赢下,赢下那时候呢,当然他越玩就越大,越玩就越多,那他那2000元很快就变了12000元,差不多帮他赢了10000元了,差不多是,哇,那他很开心了,这个已经是,开始赢了钱了。 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局,连续赢了几拨之后呢,开始输了,那他又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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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开始输了,一路是这样输,他将他那2000元的筹码呢,和赢回那万几元,差不多输了,这个是,那他跟自己说,没理由的,他不会输的,运气应该是站在他那边的,应该是,那结果呢,他再立刻换回2000元的筹码,在那个时候,他跟自己说, 啊,其实他刚才赢了万几,跟着又输了,输了2000了,他又说,只要我赢回2000元的话呢,那我就会赢,我以后就不赢了,跟着走,走去吃饭了,跟朋友说。 非常快,很快的,就是展开眼,那2000元他又输了,输了4000了,跟着他又跟自己说了,我呢,只要输回那4000,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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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那4000的话呢,那我以后就不赢了,那就要,但是很快的,十多分钟左右呢,他又输了,又输了4000, 他帶來那一萬元,差不多都輸得七七八八了,有點惆怯,他説,糟糕,好肉痛,差不多整個月薪薪,一個下午就已經輸了,很辛苦的,平時上班又被老闆罵 然後他馬上出去了ATM機,購回幾萬元,他跟自己說,好,我只要贏回那一萬元,我以後就不會再賭了 運氣太差了,省一眼,他又輸了幾萬元,當他走出來,沒辦法,他錢就輸了,ATM卡那些錢又輸了 突然間有位很友善的金色頭髮哥哥,笑面迎迎的,好熟的,我們是一個大集團,大集團看你的樣子,紅光滿面,可能暫時運氣差一點點 我們是一個大集團,有些錢可以借給你去報仇,進去殺他們一餐,很便宜的,借9萬元還13萬左右 你看看,如果你一拋大勢,你都贏回來了,你還了錢給我們,你還有幾萬元可以賺 然後那個Peter,跟那個金髮哥哥借了9萬元,但是省一眼當然就輸了,因為始終真的,越借錢呢,通常心理壓越大,越容易輸錢的 這個是很邪的,這個,結果呢,那個金髮哥哥呢,突然間他的面上的笑容就沒有了 然後之後多了幾個紋身哥哥呢,就在那個金髮哥哥後面,突然間地底霧了出來 招呼了他幾天,請他吃飯,請他去某個屋那裡坐,坐貨幾天 結果呢,Peter的媽媽呢,就在香港拿了二十幾萬,才能帶Peter回家的 這個其實有一點是真人真事來的,那在這個故事裡面呢,其實我們看到一個,我們叫賭徒的一些,或者叫病態賭徒的一些心態 很多時候,我們投資都是這樣的,開始的時候呢,保守的,多數人都是這樣的 買第一波的時候,其實不是很熟悉的,小小的,看到旁邊的人贏開,買一下吧 咦,贏了一點點,好像挺好的,但是呢,不會,每次都會贏的嘛 那當然會有些時候,你會賺錢,有些時候你會輸錢,會是 那記得嗎?我們剛才那個理論,當我們贏錢的時候,我們會避開一些風險的 而當我們輸錢的時候呢,我們就會aggressive一些,我們會接受多一些風險 例如,比如剛才Peter那樣,開始他不會賭大 但是當他輸的時候呢,因為大家就會有個心態,想將輸的錢呢,贏回來 那叫我怎樣?越輸越多,但是當你越輸得多的時候呢,你就會越想翻本 這個是,所以呢,很多時候,有一個都挺值得建議,各位的朋友的是 每次,當你投資真是失敗的時候,我自己都有這樣的定律的 給自己罰停賽這個是,很有用的這個是,冷靜點,無論將來的市場是升或是跌 不要看,關掉你的股票機,關掉你的電視,等自己冷靜一下這個是 例如,譬如你覺得輸少少的,給自己罰停賽三天,輸得多的,停賽一個星期 輸得很多的,肉都痛了,輸了一年人工的話呢,那個月之後不要買股票 其實不是代表了你,咦,究竟你看過市升或是看過市跌 而是當你在那麼大壓力的時候呢,其實人就會做,好像剛才的 Postback Theory那樣,當我們越輸得多的時候,我們就會越有個心態,想賺回更加多的錢 然後,我們呢,其實會操作了,尤其譬如剛才的股票 當它跌了下去,我們更加會覺得那隻股票會升回 那很多,包括自己的心理壓力,自己的心理質素 還有你自己有個期望就是,咦,你覺得那隻股票會升 因為它曾經讓你輸了錢嘛 所以很多時候,即是幾樣搭起來的時候呢,令到自己做一個錯的投資決定呢 是會更加大的,是的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我們停幾天,即是等自己過一個懶何先 當自己,譬如你煞心去看一場戲,或者連續幾天,總之不要看股票 再回來的時候呢,其實自己的狀態,無論是心理上,心理上,財富上 都會比較好一點的,這個會是 那麼,最後呢,我想可以大家再看看,省匯呢,很多時候都會犯 下面那些的心理,一些的錯誤,我們做小recap,記不記得 剛才大家舉過手,很熱烈地說過很多不同的因素 你買,或者沽那些股票的,其實呢,在剛才的這些錯誤呢,其實有多少大家都犯了 人群心理,啊,即是,哪個投資者買,那些股票的,其實呢,在剛才的這些錯誤呢,其實有多少大家都犯了 那我就買了,這些跟了人,知識的幻覺,其實,在開始的時候的資料不是很多的 那但是有些人說,咦,我覺得這個股票好像很實牙實似的一定會升 其實你都是看過我的兩把power point 而已 你對這個股票有多有認識呢? 不要笑,真實的情況都是,就是你看過一隻IPO,有多少人會,真的看過那本招呼書 就是在講三百多頁那本電話簿,是的,沒有的,都是看完那些什麼縮什麼縮 或者看完那些報紙,說一下,啊,買了,那就買 然後這邊先穩定一個表紙吧,倒數字的話 那只是是合教授的,在很久啊,以表示自己都帶給這些優勝 那這才覺得 vàát,又將這些東西,看片段好複 Strength 又 wife careso cats crystalline,當然就是你都帶來自這個場 然後她的法規、是就是說這個和真正的把戀人在這也是什麼東西 大但是他們就是用從小藝木去聽說起海外的情況 其實是在從小藝木去看完屋就有ο如果是對다�qb反彈? 所以大家下次投资的时候再想想想,今天在游戏里面,你自己整个心路里情,还有会不会容易中了上高的错误。 好,那我们谢谢林博士金福,今天在游戏里面,你自己整个心路里情,还有会不会容易中了上高的错误。 好,空服啊,已经高了。